Hello 大家好 其實我已經開學第二星期了 今次這段影片就是一個很零碎的生活小片段 就是想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這個學期要讀的科比之前少很多 還有一些的課也是比較實際 也比較難錄影 所以就變成很難可以像上個學期一樣 拍到那麼多一些上學的Vlog給大家看 所以因為今次也是我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 所以早上要好好記錄一下 所以今次這段影片就會比較零碎一點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片 如果我不教鬧鐘的話 我大概都在這些時間再有起床 我早上起床就梳洗好個人 然後其實我本來是打算拍一個一週的上學Vlog 但是因為我這個星期還在下降 而且我也是約了其他朋友出來 所以我免得錄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我可能要推遲到下個星期才有一個完整的一週Vlog 這個星期的紀錄就會比較零碎一點 因為我剛才有工作 所以我就換了衣服 那我已經做完東西了 那我可能準備我現在沖杯咖啡先 早幾天都買了很多杯咖啡 然後還有我最近去12元店買了這個 那它就是那些茶的袋來的 那我就是... 通常我喝完咖啡之後 我就會弄下去這些茶包袋那裡 因為咖啡是可以吸味 而且可以令到... 房子吸濕之餘 都還會有一陣咖啡香的 那是好過... 一些香噴 因為... 大家都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都知道我已經是... 沒有再買G-John的... 香噴 而且也不會再買一些... 大型的蠟燭的 至少現在我不會再買 那所以呢... 我發覺呢... 用咖啡豆呢... 用咖啡豆在咖啡渣呢 去做一個天然香噴 其實是更加好的 那所以現在呢... 我其實是... 長期有陣咖啡味的 因為咖啡其實都... 就是我聞著咖啡味 可以令到我個人專注很多 甚至我會覺得它比起 那些花香的味道是更加香的 那但是因為呢... 它一個那些網呢... 它是... 太薄了 所以它會... 流了咖啡渣出來 那所以呢... 那我就會... 通常沖完咖啡 我就會吸乾了一些水 然後我會先倒進去... 一個袋子 然後再拿第二個袋子 然後再拿兩個袋子 然後兩個袋子 但是它... 就是... 那麼多過100個才22元 就算很便宜 第二天呢... 我主要上學的行程呢 就是晚上的合唱團 那我的時間線可能有點亂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這個呢... 就基本上是我們三個小時的合唱團排練啦 那... 那... 我也不放太多上來啦 因為如果我show 那個音樂上來 應該都會被人告版權的 那... 所以就以防萬一啦 所以後面這段呢 都是... 我voiceover 我mute了它啦 那其實我們... 我現在呢 星期四呢 就是剩下午8點半到9點半一堂 然後... 接下來呢 就是晚上的... 6點半到9點半 就是合唱團 所以其實我是超級天地堂的 那... 但是中間那段時間 我都可以回家的 因為... 我家的距離學校呢 說遠不遠 說近不近 那都是一個... 中間間的距離啦 那... 所以我... 平時中間那些時間呢 可以在學校練習啦 又或者是直接回家練習 然後晚上再出來這樣 是這樣的 早晨啊 大家 現在他們本身的水母魚乾呢 就搬了去下面啦 然後呢 因為我這裡準備了一個新的 那它其實呢 尺寸上呢 是大過下面這個很多 那我上面這個在養水 那就等它養完之後呢 就可以將它們放下去了 那這個呢 它的水量呢 是19升的 下面那個水量呢 是... 8升的 那所以基本上是可以有... 兩倍以上的... 一個... 差距啦 那就可以養到它們大一點 因為這個缸呢 裡面太窄啦 那所以呢 其實... 它們呢 都... 很擠啦 不是很夠 所以希望這裡闊一點呢 就可以給它們多一點空間 那它都一樣 有著燈的 那其實現在的水都準備好了 就看看 什麼時候可以呢 就把它們放進去 這樣吧 這張桌子超級亂 因為昨天呢 就去了... 那個... 美術館 和... 我的朋友 又拿了很多那些小冊子 但我都還沒空 收拾啦 整理啦 然後就買了一本Evonus的書 其實我想買英文版的 但是英文版呢 它沒有貨 所以就... 買住中文版先 然後就是... 那些書我都要收拾一下它 還有這個很有趣 這個書 這樣的 這個 這個 我平時對這些就還好的 其實現在我就已經很少再買這些 這樣的小裝飾 它這個是... 跟書有關的東西 我都覺得很漂亮 養了兩天水之後 我們就把水帽放進去 因為舊的水實在太髒了 所以我就... 沒有吸氣到進去 但是呢 我們也有把舊的水桿放在下面去 看看它們是否適應 所以其實呢 我們完了之後 我們也是過了一天之後 我們才清理一下水光 然後來到下一日 下一日呢 這個是指揮課 大家看過十萬次了 這次我們讀的就是指揮誼 就是一個延伸來的 上完指揮課之後 我們就趕去第二個課室 因為我們接下來有第二課 其實我們下一課 就是一個practical的課堂 就是一個鋼琴的 你當是大師班的東西 那就是同學要出來輪流彈 然後就要給評語 還有要有一些教學等等 其他人的呢 我就沒有錄了 但是因為呢 這個星期呢 是我朋友彈 所以我就有錄到一點點給大家看 但是我也沒有全程這樣錄的 因為始終也是關乎這個版權的問題 那我們就走上去 然後等老師來 然後就開始了我們那天的課堂 這一天其實是星期二來的 所以我們星期二主要是上這兩課 之後呢 我後面那些時間 我就回家休息 那因為版權問題 我沒有辦法將整段 這樣去show出來給大家聽 那大家就可能要自行想像了 那其實我們是每個星期自己assign的 那我們每個同學都會出一到兩次 或者三次這樣 視乎自己需要 剛剛回來很久了 那我準備收拾一下這裡的東西 整理一下 我想貼一些東西 還有這裡也拆了它 因為這個是上整的東西來的 我回到家練完琴之後呢 我也是有清理了桌面那一堆很暖的東西 然後呢 我也抹了書櫃面上面的那些 上學期寫關於法文考試內容的東西 那因為上學期已經結束了 那所以我遲些可能會寫一些新的東西上去 還有呢我早兩天去那個美術館 就拿了一些他們的catalog 那有一些我覺得挺漂亮的 都保留下來 或剪它出來 去做一個 當作是一個poster的東西 這樣去貼在我的書面那裡 那我覺得挺漂亮的 這本catalog超漂亮的 那時候是早 昨天出去的時候拿的 它是這樣3D OK 這個 之間是 血鬼 你 啊 啊 啊 我